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AI换脸 这个换脸工具呢,已经有段时间没给大家更新了 是因为它虽然说版本有些变化,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提升 就是修了些bug,多加了几个模型,加了一些小功能吧 其实对于换脸来说没有本质上的影响,所以就没给大家说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5啊,最新版是5.5 那么还是一个升级包 这个升级包呢,是从4.9开始升级,都能升级到5.5 那么如果大家的版本是在这个4.9以下的版本 那么你需要下载这个5.0的完整包 然后再来下载这个升级包,把它合并到里面去 这样你可以使用5.5版本的变化脸工具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怎么升级 还是同样的,把这个拖进去 我们找到这个包,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把它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那么它会有些覆盖文件,点这个确定 全部覆盖掉就可以了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之前5.0版本更新之后呢 好多人说是出现了问题 就是点这个启动的时候会出现散退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咱们根据这个工具的作者 他的说法 他是说这个名字 就要把这个名字里面带中文 所以说有的人呢会散退 那么怎么办呢 你把这个所有的中文删了就可以了 改成这样应该就好了 这是一个解决方法 那么它这一个版本的5.5的这个包呢 它也做了一些改进 它把这个exe文件前面的这种中文 全部给去掉了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这个之前已经覆盖过了 这个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大家之前说的那个法子 就启动成散退 那么这个呢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这样啊就全部解决完了 把它关闭 这个你有了这个新的启动exe 那么上面这些你就可以删掉了 因为它没有用了 点击这个启动 好这样我们就启动界面就打开了 就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这边多了个黑白上色的功能 这个待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其他的话就是说构型模型 这边可能多了几个模型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 然后背景高清也是 多了一两个模型 其他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基本上是没变化的 那么这个黑白上色的模型呢 确实是新加的啊 那之前是没有这个黑白上色的功能 这样的 其他就修了一些bug 包括咱们这个 booth这边也是 也是修了一些bug吧 就是没有什么太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黑白上色 好把这个选中 那么这边呢我们选一个这个图片 这边在网上找了一张图片 选一个图片 这些其他也不用管了 把这个替换取消掉 然后直接点这个开始就行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咱们所有的路径 包括这个文件路径也好 名字也好 如果有中文的话 大家一定要把它取消掉 否则会报错 它这个包体其实挺大的啊 这个包 看一下多大了 这个 这个包是4.48个G 所以说 如果大家之前的版本能用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更新啊 因为它并没有决定性的这种改变 如果大家想体验新功能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包 试一下多个G 现在我们这边就做完了 我们看一下结果 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输出目楼改了一下结构 这边有个缓存 有个输出 编这个输出就可以 这是我们出来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 我们来看一下圆图 这个是它的圆图 这个是它给加了颜色之后的图片 大家看 这个效果确实还是不错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图片 然后点开始 然后这边做完了 速度非常快 这个是新的图片 效果确实没有问题 然后它这个还可以对视频进行这个 配备上色来找一个视频 这边是这样的视频 这个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圆文件 好 这就是这个视频 看一下结果 直接点开始 好 这边开始运行 稍等一下 速度挺快的 它这个黑白上色的工具呢 是使用的这个 ITColor 那么这个工具呢 它本身是只能使用图片 进行黑白上色 这个视频上色呢 应该是这个作者 他自己加了一些功能 比这个加的挺错的 好 这边做完了 看一下结果 好 这边视频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上色之后的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大家有需求的话 可以下载一下这个工具 这边有个黑白上色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ZOOF这边的一个改变 点一下这个打开 把这个工具的使用界面 我们来加载一下这个 人脸 视频 这是它的使用界面 看一下它这个 新加的这个功能 就是这个功能 起用音频 在之前播放视频的话 这边是没有声音的 它现在加了个 起用音频的功能 声音可以正常播放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 也给它加载文件 那这边有 人脸 还得稍等一下 大家点了之后 你就稍等一下 不要着急 因为它这个工具 加载文件的时候 有点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视频的播放 这个 这个是没有声音的 然后我们点这个 起用音频 停一下 重新播放 没有声音的 这边播错了 这个是 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来重新 开启一下 打开 我们这边刚才报了个错 刚重新启动了一下 找了一下它的一个问题 它的问题是因为这边 我刚才没有选这个保存文件夹 所以它报错了 我这边把这个随便选 把这个文件夹选上 那么这样的话就正常了 这个就是它这个 起用音频之后的功能 再给大家额外提一句 如果说你这边点了之后 好多人在评论区留言 说是我这边点了脸之后 什么人选不动了 等等之类的 其实这种问题 在这个黑窗里面 应该都会有体现 你像我刚才点了之后 也是不动了 然后看这边 我发现它报错了 然后重新启动之后 根据它的问题的提示 找了一下原因 很快就发现 它是因为这个 没有保存文件夹的原因 所以说我还在选上 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提示 大部分情况 应该是有提示的 大家如果说看不懂的话 你可以把提示 发到评论区 或者是你最好是到群里面 发个图 把这个全部截下来 把信息截全 然后发给我 然后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边这个 这个线乘数 这边 这个线乘数 我这边是5 因为我是3660的显卡 所以跑5 还是跑自动的 而且这个视频比较短 如果这个视频很长的话 那么我这边 也会为了慎重起见的 我会把它调成1 因为这个线乘数 你选大的时候 它这边 录制的时候 就不要卡 所以这个大家 根据你这个电脑的情况 一定要调整 这边这个数字 不要放着不管 那么你肯定会卡死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想给大家聊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需求的话 可以下载一下 如果说你之前的版本的工具 跑得就挺顺 那么其实这个版本 没有必要更新 因为它并没有什么 决定性的变化 我们再来说一个题外话 这个是之前建的一个群 有不少人加进来了 其他人可能还不知道 咱们大家可以都加一下群 如果说你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把图片发到群里 因为咱们评论群的话 只能留言嘛 如果说这个群里面我看到了 然后会尽量给大家回复 如果我解决不了 那么咱们群里面 可能其他的朋友 可能也能解决 是吧 就是相互帮助嘛 这边有个AI频道 这个的话 我会把现在的项目 包括咱们之前那些项目的 一些包体 全部发到这个里面 网盘太小 好多工具已经放不下了 如果说大家网盘那边 没法下载 或者说是这个 之前的链接失效了 那么你可以到频道 这边来找一下 这边应该都会有一个备份在 我会尽量的把之前的东西全部补一下 全部补到这个里面 方便大家下载 大家拜拜